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如何对RUF的算法本身进行一定的一个优化 对 然后这是我个人介绍 我目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然后我的主要的研究兴趣在Consensus和Distribute Database 然后我现在是Apache Retis PMC的member 也是IoT的committer IoTDB的committer 对 然后第一块是咱们Apache IoTDB的一个介绍 就是说IoTDB它其实叫做Database for Internet of Things 它是一个为IoT也就是说工业物联网这个领域 专门做优化的一个high performance and age cloud的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它是就是目前呢 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由高效发起 并且进入Apache顶级项目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那Apache IoTDB它是一个time series database 提到time series 大家可能就会问说 IoTDB和我们现在熟知的InfluxDB或者Clickhouse有什么区别 那我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区别 主要就是应用场景的一个不同 就是对于Clickhouse或者InfluxDB来说 它更多的是用于线上的像metrics 类似这样的一些数据 它的一个处理和存储 但是我们呢 其实是虽然我们同样处理的是一个时序的数据 但是我们主要处理的是工业场景下的数据 比如说来自这个树莓派 它产生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 或者说在工业场景下 我们机械臂它身上可能有上千上万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每秒在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频率 产生一个IoT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样的一些数据 它是如何能够 被我们整一个IoTDB的一个Planetform所存储分析的 这些都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内容 然后包括我们也会跟一些车企进行合作 比如说我们目前就跟长安汽车有比较大的一个合作 对于长安汽车来说 它旗下的每一辆车上面的每一个传感器 都在以实时的像他们的总部部署的这个IoTDB的Cluster 传输他们的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数据 对 所以整体下来 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也导致了 就是我们的架构从一开始 就要顾及三边 就是最边缘侧的 就是到了设备这个层 以及中间的我们有一个local的一个处理中心 以及最后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上云 对这是我们的端边云的一个架构 对 然后那提到就是说 IoTDB我们会讲讲它的motivation 就是现有的这些 比如说原有的Hadoop的这一套大数据存储体系 或者说Clayhouse这些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我们现有的一个需求 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场景 其实面临的是massive measurements 对于我们的一个typical的一种应用场景来说 我们可能会遇到上百万的一个device 比如说像长安汽车的一个例子 就是它旗下的每一辆车 它上面可能都有几十上百上千个传感器 那么集中起来最后每个传感器就会同时采集 可能温度湿度速率这些measurements 那最后我们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对它这样一个集群来说 它可能有million device 甚至billions of measurements 那在这种情况下 并且它的schema是动态变化的 因为随着一个车新的产生 或者说一个车新加入集群 我们就需要为这个车实时的改变它的一个schema的一个结构 然后第二块就是它的一个难点是在于说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数据的产生速率是非常快的 我们基本上会有看到就是1k赫兹 每秒的一个 对于每一个对于每一个device来说 都可能会有1k赫兹的一个产生频率 然后呢 那这意味着就是我们必须在下一个数据点产生之前 就把上一个数据点给写进去了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支持low latency 同时呢 这个1k赫兹本身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的throughput也是非常高的 对于这个长远汽车的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每个月可能是产生大概上十个t的一个数据 然后整个集团可能已经产生了超过几十个pb级别的一个数据了 对 这也对我们的整一个存储的一个压缩能力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对 这边是一个ltdb的整一个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主要也 我们也是一个存在分离的一个架构 然后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其实是在这个存储层 它是基于lsm的一个结构 还有它的memory table 还有ss table 以及它是这个存储数据是通过高可用模块 分到多个集群上的 然后在上面呢 我们进行我们有三个不同的engine 第一个普通的是一个quering engine 这个是通过sql进行查询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streaming engine 是可以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流计算 最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AI的一个engine 是在它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做一个模型的一个存储 对 然后 因为我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那个ha的部分 所以我这里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cluster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cassandra集团 它其实它的单机部署的熟悉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因为我们LTB是从单机衍生到分布式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部署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单机部署 第二种是主备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高可用的一个集群 然后不管是哪一种部署方法 我们的这个基本上我们的ha的一个开销 不会影响我们整一个前台写入的一个吞吐和实验 对 然后下面讲一讲就是ha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首先我们是希望对我们的database来说 就提供24档期的一个服务 不管是任何一个节点当机 我们都需要只要集群中有任何一个节点活着 我们都能够提供服务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ha模块 其实是跟自动容错和自动负载军盒的这个模块 结合的非常紧密的 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这个能够 支持任何一个异构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接下去呢就是谈谈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三个go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raft作为我们的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一致性算法之一 对 首先就是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强的一个一致性 并且很容易实现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 就是他他在那个开发中遇到的一个就是他的可靠性就更加高 并且呢就是相关的论文和研究其实表明了就是raft的算法其实跟 paxels算法在那个理论上的上限是一样的 并且在实现中也基本上可以达成一致 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raft的算法 对 然后raft的我这儿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几个子问题组成的 然后第一个呢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半译 半译部的一个state machine log replication来实现一个高可用的 然后集群中有三个不同的角色 分别是leader follower和candidate 对 然后第二块呢是这个这三个follower之间的选举 leader通过一定的 就是通过集群内的一些方法能够选出这个leader 然后呢这个leader呢是作为这个集群主要的一个决策来源 对 然后所有数据呢都是以leader为准的 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我们集群是需要动态伸缩 成员也是动态变更的 所以raft呢也支持就是membership change 对 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就是apache retis apache retis它其实也是来自欧藏社区的 就是它最初是由欧藏社区那个下面的一个子项目 然后最后脱离了社区成为了一个顶级项目 对 然后呢它是一个高度可定制化的一个raft的protocol 对然后它是它是基于加把语言的 并且呢就是有有着所有raft的该有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它是支持leader election和log replication的 然后包括它对这个成员变更实现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传统的raft的算法可能就是实现到这一步到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它中间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个鸿沟的 然后最后呢它也支持就是raft的论文中提到的这个log compaction 就是它可以提供定期对我们整一个数据做snapshot 并且这个snapshot是经过高度优化的后面可以提到 对 然后这里呢我想再宣传一下这个retis社区啊 就是就是retis呢它其实是一个高度可定制化的一个基于java的一个共识协议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在java这个领域站需要用到就是ha这个特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apache retis 比如说它定制就是第一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似于zoomkeeper或者是etcd的一个服务 它只是一个library所以它非常轻量化用户呢也必须要实现它自己的stame machine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那个内部的一个传输呢也是一个高度可定制化的 比如说它支持的就有grpc netty或者是hadoop rpc以及大家可以自己实现 然后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raft log呢也是可定制化的 目前呢是把log存在本地的文件里面 如果对于一些database它想要迁移到这个apache retis上 其实自己原来有的那一套wal或者是log service可以直接就是替换掉它已有的这个raft log 那么原来对于log上所做的所有的优化呢也都能够体现在这个apache retis上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plugmetrics 就是它它虽然说是一个library 但是它向外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可观性的测性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共识协议它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这里还需要介绍一点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社区 ltdb社区对于retis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贡献叫做就是list read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对于raft的算法来说它的所有决策其实都是在leader上面进行的 这就导致了它虽然说可能有三个replication但是它的那个throughput不能scale到三个replication上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leader测的一个压力特别大尤其是遇到那种热点数据 比如说是活跃的那种数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scale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我们改进了这个retis它的一个实现就是我们支持了这个list read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让所有的follower也可以实现就是强一致性的一个数据读取 而这个这个方法呢其实raft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了就是就是通过这个follower 向leader这边只请求一个可读的一个index来实现 然后这样的话然后leader呢也会通过就是集群中的一个心跳来保证它是当前合法的一个leader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优化呢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读的一个负载从leader副本上转移到follower副本上 然后这个呢基本上可以就是对于一个三级听来说我们可以提升50%左右的一个读取性能 对 然后这个是对retis的简单介绍 然后下一部分呢就是会谈一谈我们是怎么在retis上实现我们的高空用模块的 就是首先对于IoTDB来说我们有三个东西是需要高可用的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集群的一个信息 包括有哪些节点在集群上 然后我们的数据是怎么映射在每一个data node的节点上的 这个叫做partition information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实际的一个数据 就是包括两种一种一种是schema的数据 因为我们的schema是动态伸缩并且达到上亿级 所以它这个schema本身是需要是不能像hadoo file system那样存在一样的 在一个中心节点上的 最后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IoT的数据 就是我们这三部分的数据都需要用高可用的一个模块进行replication 对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就是我们的整一个写入流程就是我们在这边架设了一层 就是基于ROFT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复制模块 对 然后我们读取的时候呢都是由这个ROFT的算法本身会给出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 然后同时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些优化 比如说对于 对于 Leader信息或者分区信息或者原数据信息 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个cache 然后减少就是它在集群中的一个RPC的一个交换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读的一个负载下放到了这个follower节点上去完成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对snapshot的极致做了比较多的一个优化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定期的一个snapshot 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snapshot是完全后台的 并且它在这个节点之间传输呢也是基本上是用streaming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它对我们前台的写入和读取没有任何感知 对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更加一步保证那个数据的安全性 对当然呢就是高口用它一直都是有代价的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实验去测就是高口用到底对我们的集群产生怎么影响 然后呢这里呢给出了一个throughput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个节点变成三个节点之后 最最大的一个吞吐其实下降了大概10%到12%左右 然后如果呢我们用的不是最大吞吐 而是就是食盐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下降就会更多 理论上它会下降到60%左右 对所以呢就是当当数据从单副本变成三副本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每个数据本身的分区策略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变 然后改从而就是从而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这个系统最高的一个吞吐 对 OK 然后最后一个part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raft本身的一个优化 大家都知道就是共识协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话题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从Paxos到raft的已经迭代了非常非常长时间也非常稳定了 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不断的变化 其实这个raft的本身它已经不能跟上我们的这个需求了 对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的IoT场景来说 我们out of order的这种data非常的多 那什么是out of data out of order的data呢 就是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车载的一个场景来说 其实传感器无时无刻都在向那个我们数据中心发送数据 但是比如说车如果开到了一个不太有信号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跟数据中心的连接就断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些数据它就会被缓存在本地 等到我们信号恢复了之后呢这个数据才会 就是但是我还是会优先发就是目前的一个数据 而那些被缓存在本地的那些数据呢会缓慢的就是被消耗到那个数据中心 那这样呢就导致我们这个数据不再按照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序列的一个顺序到达数据中心 就出现了一个乱序的一个情况 对这种乱序的情况在LT的场景中非常的难 对所以就是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对于ROFT来说 所有的操作都是有顺序的 它其实是不支持乱序的一种情况 一旦出现乱序的情况啊它就会需要retry retry就会导致整个性能下降的非常的多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我们的研究就主要基于这个 就实现了一个叫做non-blockingROFT的一个算法 就是我们在ROFT上面进行一个改进 使得它能够就是我们它能够处理这种乱序的一种能力 对然后呢基本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改进 我们能把整一个throughput提高30% 当然呢这个也是有代价的 因为我们测了一下就是 在非常短的一个timeout的一个情况下呢 可能会丢失000003的一个数据 然后然后这样这样的一种丢失数据 对LT的场景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主要用数据做分析啊不需要非常强的就是百分百的一个数据保证 对然后目前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发表在了这个2023年的ICDE这个会议上面 对然后我这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传统我们的一个一个log它要么被接收要么被拒绝 就是一旦它commit了就意味着它被整一个系统所接收了 但是呢就是我们我们为了让它能够就是缓存那些out of order的一些数据 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叫做weak accept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TCP的一个滑动窗口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有一个滑动的一个窗口允许一个数据 它它分序就是不安顺序的到达然后我会把它缓存在本地 一旦我这个数据被缓存在了任何一个端侧的话 我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弱接收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通过这个window通过这个滑动窗口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实现了就是说这个数据即使乱续到达也没关系 只要我我前续的那些数据随在之后到达了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一并提交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用对于ROFT的一个能力 就拥有了它的这个乱续处理的一个能力 因为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对整一个leader follower和client protocol 其实都有一个小的一个改变 对然后这个改变呢它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致性的 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当leader这边timeout的时候 它这个数据有可能会丢失 并且timeout的时间越短 它丢失的概率就越大 但是呢我们在一个0.5秒的一个timeout做测试 发现它只能丢失0.0003%的一个数据 在现实场景中ROFT的一个timeout时间会非常的长 对于ETCD来说我们都是几十秒到甚至上分钟的一种情况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忽略补计 对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